嗨,内外诸三长老,诸位法师,诸位父法善信 今天是我们第三天的红法大会 三天啊,每一天晚上都万人来另听佛法 参与圣会 如诸佛生欢喜隆天常复慈 我们在自己的眼前看到的会立长老 就是看到佛,我们就是看到现在的佛 我们要好好的跟随我们的长老 给我们大家引导 如何在这个现世的社会找到真正的这个我 能够在这个时代,适应这个时代 我们去做更有意义的这个人生 好,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惠丽长老,历临新加坡佛法讲座 请和长 天上天下无如佛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无上圣神为妙法 无上圣神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本得受持 我尽见本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是义 南无本是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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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掌 尊敬的慧雄大和尚 以及尊敬的诸三长老 比丘比丘尼和各位 发大心慈悲的护法居士大德 以及一切义工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么今天是我们红法的最后一天 那么有几句感恩的话 要赶快讲 因为明天我要到印尼巴旦岛去演讲 今天是新加坡最后一天 我内心无比的感恩 感谢慧雄大和尚 给我这次机会 因为他这次红法花了很多的钱 新加坡说累了 开心多累了 那么他花费的自己承担 他把所有的供养都转交给我 要去印经典 那么刚好我们也把能切经第二套 已经整理出来 准备要上至要印这个能切经 这次来到这里所有的供养 我们如理如法如佛所说 对一切的因果负责任 所以我们把这些经费 好好地印这个能切经 再利益无量的众生 再次诸位 如果 如果你经济能力不错 日子也过得去 这位 护持如来正法 功德无量 因为它是续服的法身为命 一切供养 以法供养为罪 也就是推广正法 是所有功德最大的 所以因为明天 我就要去印尼巴弹岛 弘法 那么今天我怕忘记了 有一点年岁了 要赶快跟慧雄大和尚 在此说一声谢谢 以及感谢新加坡 所有的珠山长老 我来这里三天 你们各位尊贵的身体 宝贵的时间 在底下坐着 我有无比的感动 无比的感恩 我是一个小法师 只认为 没有什么优点 体力啊能力啊 都有不足的地方 这辈子 我尽量发挥我的优点 那么我的优点 少 缺点很多 所以我就利用我的优点 我的优点 不是酒精优点 那种优点 也就是从小 就是会读书 我的小时候到现在 都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孩子 我在学校 只有两个一 不是第一 就是唯一 所以从小 有非常坚定的意志 坚定的意志 这是优点啊 再来从小 爸爸不在 妈妈 如苦寒心地把我们长大 养大 所以我的心 一直有很大的包容 这辈子没有轻视过 任何一个乞丐啊 路边的流浪汉啊 再穷的人 我都不会看不起他 不会的 第三点 有一点点 稍微提示一下的 我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辩论会的主辩人 所以 能够这个脱脑 在零点几秒内 就有组织跟系统 知道 起层转合 我叫讲的细分 正中分 流通分 所以 从小有这样子的能力 能耐 那么出家以后呢 那么 我做了 十六个字 下定决心 这辈子要完成 这十六个字 一 通达三藏 二 雾明心性 三 红传正法 四 培育身材 到今天没有退市 菩提心 所以 讲一句 比较信心的话 对于红法方面 我 应该 是属于比较专业的 台湾是众生要度 大陆的众生也要度 新加坡的众生也要度 是不是 虽度无量无边众生 时无众生可度 为什么 其性本空嘛 整个宇宙只有一件事 一大幻事 整个宇宙只有一件事 一切皆如幻 如梦 如梦幻泡营 以如梦幻泡营 做如梦幻泡营的佛事 以大如幻的世界里面 度如梦幻泡营的众生 时无众生可度 所以用绝对的空性 你 该有的责任跟义务 也要去完成 也要去完成 这一次 我特别的感恩 会从大和上 给我这一次的机会 来向新加坡的 珠山长老 多多学习 不足之处 还请见谅 那么如果有少许的优点 那么就给我多少一点掌声 我在马来西亚 也跟他们这样讲 我跟他们这样讲 来新加坡 我也跟大家这样勉励 我们今天奇迹一堂 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念 还有责任 责任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来完成这样向上的责任 我们因为有共同的理念 所以我们奇迹一堂 所以我们必须来完成了 弘法立身的 这个使命 而人之所以痛苦啊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不了解生命 生命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煎熬 你不可能改变全世界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改变别人 不如改变自己 至少佛法要能自己受用 你能不能弘法立身 那么就要看你的能力跟能耐了 那这个不好栽培 也不是说你看经典 或者是你物明心性 你就很能够表达 所以能却经讲 一个弘法立身 的大法师 必须具足两种条件 一中通 二说通 中通 大策大悟 说通 通达三丈 是二部经典 以佛的言教 通通彻底的了解 以佛的心性 也彻底的证悟 也彻底的证悟 就是如来的证法 证法就是真理 真理变成你的人格 你的人格 就是真理的化身 所以佛陀一直劝导我们 我们要把法 法人格化 如来的证法 人格化 意思就是说 如来的证法 跟人是不二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运用在 现实的社会里面 也可以超越一切项的 好 那么我们呢 昨天呢 讲到 要入道 要懂得关照 要懂得关照 但不一定每一个人 都能够回归当下 有这种大胜 圆顿的根器 不一定有办法 所以佛陀 又开出了 剑刺的关照 那么对今天 新加坡来讲 可能会比较受用 正义阿含经 这么说 如果 想要正的涅槃 入于圣道 比习正观五音 不乐助早 正切的关照 色受想行事皆空 照进五音皆空 不乐助早 完全 不会乐于助早 这个五音生 如实的关照 一无分别心 所以关照 一无能所 做关照 也是 方便说 正义阿含经 教导我们 得了一切的漏进 进一切有漏 能至涅槃界 有十种观想 十种观想 这是引领 剑刺剂的根性 以白骨观 底下全部都是 佛陀讲的 所以我说 这个宇宙当中 只有佛陀讲真话 其他人都讲 方便语 以白骨想 冷静一下 自古以来 包括秦始皇 唐太宗 对不对 康熙雍正乾隆 而今安在在 一堆白骨 一堆白骨 要白骨观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可知一下 你的欲望 对你有好处的 轻淤想 轻淤 就是说 人死了以后 没有血色了 血液不再循环了 血液不再循环了 然后 这个死轮的脸 轻涩的 瘀啊 血不能贯通 叫做瘀啊 一般人 不修行的人 死了 就很难看 不是像高僧大德 有个禅师啊 走了的时候 两个礼拜 还没有活化 进去看 命貌如深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 气色 死完后 会差这么多 这么多 不要讲到 那些有修有正的 就是那些 念佛的人 行善的人 在灵命中 也是非常的 吉祥跟柔软 这个大家都是 有目共睹的 所以很多人 用了师父的 那个 加持过程 往生背 还有坐轮 他说 师父啊 我讲一些感应给你听 哎呀 怎么怎么怎么 爷爷啊 奶奶往生 盖这个往生背 如何的柔软 感应啊 还有虚空啊 有的人见到佛 有的人听到 念佛的声音 也不是错觉 哎 我说呀 这个可以写 一本字典 那么大了 所以 无量无边的感应 这就告诉我们 一般人死了 立刻 发青 发黑 可是 念佛的人 行善的人 走在修行的道路上 但是灵命中那个面貌 是很安详的 是红嫩的 接下来 第三 人断气以后 因为 血义不刑反 佛陀教们 第三 要观想 慢慢的脏 肿脏 肿脏 叫做 面目全非了 面目全非 冷静一下 你今天 你持着那个 每色 一点点的甜头 原来 它是一堆白骨 使得会发青 会慢慢的肿脏 第四 食不消想 意思就是呕吐的意思 呕吐 有的经典 写的直接了当 叫做呕吐观 就是说我们吃东西下去的时候 搅烂了 吞下去 变成 弥烂状 有的时候胃不好 吐出来 吐出来 夹带的胃的酸气 夹带的这些 搅碎的饭啊菜啊 吐出来 我都告诉我们 我们的色身 连吃下去 才没几分钟 就变成这样子的状态 言此佛 劝告我们 不要为了这只嘴巴 杀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要为了这只嘴巴的享乐 而搞到半夜 还跑到 去吃什么海产啊 去杀生啊 去喝酒啊 为了这个三寸的石头 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 所以佛陀叫我们 要观想呕吐物 冷静一下 为什么不冷静一下 第四 叫做血响 如果一个人发生车祸了 那么血就流出来 有的人死亡以后 七孔流血 我们这层皮 包着肉跟血 最里面 骨头骨髓 血响 第六 叫做淡 淡响 淡 就是左边一个口 右边一个勇敢的感 叫做淡 就是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 把这个尸体放到 郊外 让这个野生动物 野猫啊 野狗啊 去吃 叫做弃尸灵 这个经典都写的 佛陀在世 有时候也没土葬 或者是 也没有 这个火葬 那么在西藏 叫做天葬 西藏叫做天葬 也就是 人死后 或者是喇嘛 上师啊 走了以后呢 他把他用刀子 斧头锯子 把他割开来 一块一块 给这个秃鹰吃 他认为 吃了这个他的肉 土鹰飞上天 他的灵魂就能升天 超度 所以西藏 到现在为止 仍然保存着天葬 也就是用 隔开来 让这个鸟来吃 鸟来吃 那么现在不行 讲求环保了 讲求环保了 那么第七呢 叫做无常想 24个小时 要冷静一下 这个世界 从来 就是一直在变化 我们的细胞 每一分每一秒 在变化 我们的血液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流动 我们的骨头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蒸蒸减减 所以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头发 也随时在蒸蒸减减 蒸蒸减减 所以在家居士 留头发 出家人 包括比丘比丘女 通通要剃头 剃光光的 那么佛制的介力 头发不能超过这个指头 这样子 佛制的介力 这一讲 头发超过这样子 就要剃 剃肚 那么 无常想 就是这个世间 没有一种东西 是永恒的 死亡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任何人 都没有办法抗拒 佛陀讲的真相 人应当走在 智慧的真理道路上 才能解脱 执着于五一六成的人 是永远做凡夫 不可能超脱 唯有平淡这个五一六成 才能转凡成圣 才能转世成智 在这周围 克制一下欲望 对你绝对有好处 你今天 匹奔命的追求 才设明十岁 你又带不走 何苦呢 为什么不提早觉悟 第八 贪食想 什么叫做贪食 众生啊 这个眼睛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明明这个胃 已经吃饱了 可是这个眼睛很坏 看到好吃的东西 他不管这个胃 受得了受不了 他的思维模式 跟胃不一样 这个胃已经堵住了 他说不要啊 不要啊 这个眼睛看 你不要 我要啊 你不要我要 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所以阴光大致就说啊 我们吃七分饱跟八分饱就好 这个养生的观念也是这样子的 养生的观念 第一句话就告诉你 再好的东西都不能过量 再好的东西都不能过量 这个是长寿的秘诀 长寿的秘诀 也就是说 这个胃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还有超过晚上超过七点 八点的睡觉前 就尽量不要吃得太饱 如果我们肚子饿了 少许的 少许的 第九叫做实想 好好的关照 你躺在这个时候 躺上下来 你已经被造一张相片啊 哎呀 那一些啊 平常跟你来往的 互动的 你死了以后 哎呀 庄严树木 因为你很有权威 又很有钱啊 最多 最多就是这些领导 这些大企业家 写的 哎呀 很好听啊 哎 往生净土啊 莲花化身啊 那对一代的孝子啊 其实都是虚伪的话 不修行 你怎么往生净土呢 是不是 以前的人啊 都写一个 我有一次 看一个往生的人旁边写一个 驾赫西归 我跟他讲 现在赫哪来得及啊 现在坐飞机啊 驾赫西归啊 所以 世间人啊 都喜欢啊 搞这个表象的东西 假象的东西 佛法不是这样 要真实的受用 走在真理的 如是之道 不欺 不狂 脚踏实地 这样才受用 啊 写佛 不是敢流行啊 哎 哪一个人写佛 我们也来写佛 是不是 所以 我们一定要了解 天是棺材盖 地是棺材底 无论闯哪里 总在棺材里 哎 你怎么样 好 都会在棺材里面 棺材里面 啊 第十 啊 佛陀叫我们观想 一切世间 不可乐想 也就是说 我们要观想 一切世间 没有一种东西 是真实的快乐 真实的快乐 有一次 我们到东京迪士尼 那我们那一团呢 有个老菩萨 哎 师父啊 这张票啊 东京迪士尼 快台币一千块了 我说你年岁那么大啊 而且坐云霄飞车啊 那老菩萨他不怕死我也没有办法 我说 师父那你不上去 我做法师 这上去做营销飞车叫得那么大声 人家照一向 像坡上吧 啊 能看吗 不行 那师父那你要做什么 嗯 我在底下念往生中 哎 为什么要念往生中 哎 不小心掉下来 还有我 对不对 总要有个上人在后面顶着呗 哎 上去了 哎 哇 这个老菩萨就 嗯 嗯 下来 路啊 都没办法站 师父赶快扶着我 哎 这老菩萨因为是七八十啦 年岁很大啦 哎 那个时候不会说 哎呀 因为我们比丘 啊 当然 那个如果是年轻人 那就当然不能拍他的背了 是不是 年轻人 就让他自己去吐啊 老菩萨没有什么关系 哎 对吧 都快八十了 是不是啊 哎 拍一拍了 哎 哎 不听师父的话 哎 我说呀 赶快坐下来 喝喝茶 啊 好就 什么叫做快乐的人生 就是拿钱惩罚自己 叫做快乐的人生 哪那么笨的 世间上最笨的就是这样 拿钱痛苦自己 那师傅呢 你为什么去迪士尼啊 都没办法 应该整团进去啊 到日本我也不会讲日语 对不对 日本语言不懂 是不是 我只会几句话 我只会几句话 每一句 都是这样讲去买东西 买东西 日本的东西又特别贵 我只会两句话 很贵 那东京啊 那个东西没办法碰 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物价 很平价 这个东京 哇 那个是很贵的东西 所以到那边呢 只能看说 师傅 你不吃一点东西吗 晚餐快到了 不需要买 这个日本人啊 可能 可能有一点神经病 他那个有人没有人啊 他我们到一个机场去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呢 有一个摊位 没有人 他也在那边点头 嗨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どうぞよろしく 嗨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どうぞ 也没有人 我爷爷看到 一直是日本人是不是神经病啊 也没人 一直在点头 是不是 所以日本的东西都很贵 有一次我们到日本去问一个包子 折合台币150块到200块 就是吃下去会长一块肉 我也吃不下去啊 到日本只能用眼睛看的 怎么会这么贵 所以每一种东西都是 哎呦 太开 如果他会讲因为 Expense 很贵很贵的 那么从小我们就节省习惯了 我每次就看到那个包子 哎呀 这个可以印几本嫩眼睛啊 我一个包子搞这么贵啊 抢权啊 还有啊 每次都带我们到日本去 世间人就是这样 去什么 哦 泡温泉 泡温泉 赵温泉分男汤跟女汤 不要跑错汤 因为这个白天跟晚上他会调换的 我遵守佛的戒律 我一辈子知道 不得戏所以应当写 那么如果说比丘 到那边 来 和地里面本身有温泉 是可以的 单独一个人 这个公共 那时候比丘是不能靠近的 哎 是不是啊 比丘是不能靠近的 所以这二十几年来 我到日本不下十次 我绝对遵守佛陀的戒律 不会去碰这个温泉 那么一道饭店 我做我的功课 怕我这一团心肌梗塞突然死亡 赶快跟他加持 所以世界人所谓的享受 Enjoying life 其实是一种错觉 宇宙就像一大幻世 没有所谓真正的享受 这个精神得大自在 大解脱 大知足 就不需要接种这些外在的 这些物质啊 不需要接种外在物质 那么这个日本东京还好 我们到美国去啊 就更严重 到美国去迪士尼乐园 不准你带东西进去的 我们在一个游乐场所 那整团我们去看 结果呢 一盘那个面哦 一简点哦 两百五十块台币 这个美国啊 怎么会这么贵 美国就是美很多那些国家啦 哦 没办法 所以 我出国 只有一个目的 去走一走 去运动 运动 人家跳这个有氧舞蹈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No more 我不能跳那个舞 说好出去走走 所以 所谓的 快乐 是很虚幻 很短暂的 接下来 叫做 无我清净观 所以如来 是三叶 最极清净的圣人 是以清净来对质 能言心和所言净 能所不断的染污 若不染污呢 即如如佛 离一切相 即明诸佛 简单讲 佛 是三叶 是最极清净 众生因为有妄想 所以能言的妄心 所言的妄境 就从来没有间断 主观的生命意识心 跟所言的 外在的假象 这个境界 会一直染污我们 因此佛才制定 戒定慧 戒定慧 这戒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一心吃境界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因此 佛在阿含经里面讲 佛陀说 无论你碰到 多大的痛苦和逼迫 千万不要忘记 佛陀的信誓 也就是 不管你碰到什么逆境 多大的痛苦 千万不要忘记 佛所讲的话 他的信誓 我们要牢牢的记住 此人必正涅槃 必得解脱 意思就是 把佛陀的名言 把佛陀的格言 把佛陀的正法的思想 牢牢记住 付诸行动 此人必得涅槃 如来从不误众生 所以经典里面讲 说三叶清静 方为道 也就是 身口意清静 才能走上佛陀的正道 好 如来自语不信 何人可信 世间好话 佛说信 如来所说的话 不相信 这个世间 就讲的话 就没有一个人 可以相信的 没有一个人 可以相信的 第三 叫做无缘大辞官 辞 就是给众生快乐 我们 为什么不能快乐 就是 想给自己快乐 所以 占有 气息 妹子良心讲话 碰到的事情 都 第一个 想保护自己 同来没有考虑 对方的立场 因此 都没有交换立场 菩萨刚好相反 菩萨 时时刻刻 都想救你 菩萨 时时刻刻 都想让你快乐 实则 与乐园 与就是给你快乐 所以师父 这辈子 过得很丰富 非常的 精彩 精彩 所以 所以夫妻之间 如果没有听到佛法 人生 就会 走掉 有一个老公 讲 在跟他老婆 讲 我还没有碰到你以前 人生 是黑白的 这老婆 很高兴 那碰到我 人生 是彩色的 不是 我没有碰到你以前 人生是黑白的 碰到你以后 全黑了 很严重的 那么台湾啊 娶了很多大陆的姑娘 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 两个人在谈恋爱的台湾 这个南东就问他 你家几个人啊 大陆姑娘 数一个人 他说十一个人啊 十一个人啊 然后 你那个大陆姑娘就说 不是 我是一个人 他说二十一个人 九十一个人 意思就是就是一个人 然后台湾那个男人 九十一个人 你家有九十一个人 然后那个大陆的姑娘就说 二百五 四一个人 你家二百五十一个人 这个海峡两岸文化有一点差异啊 都搞不清楚 二百五十一个人 哎呀没办法 那么这个吃官呢 就是度一切众生啊 安乐 给众生快乐 这个就是正面的能量呢 我们要有正面的能量 所以要无缘大词 无缘 这个缘 就是条件 就是条件 无缘 跟你讲的没有阴言 意思不一样 没有任何的条件 我 给你快乐 没有任何的条件 我 教化你 柏尔智慧 所以我今天来说法 也是这样子的 四十多年来 教过无数的学生 大学生 应该说是逃离满天下了 逃离满天下了 然后 我 就跟他们讲 台湾的众生要度 新加坡的众生也要度啊 对不对 众生平等呗 要平等啊 所以 因为菩萨的心 有这个正面的能量 他时时刻刻要给你快乐 他吃亏没有关系 他退让也没有关系 我吃亏啊 就是修复我 退让嘛 就是忍肉 就无所谓 禅体悟圣道的人 心 是有弹性的 他的胸量等如虚空 所以等着 给众生快乐的姻缘 但是 你有时候 给众生快乐的姻缘 要看情形 众生不接受 那么是勉强不来的 所以无缘大慈 也就是说 大慈观 就是说 你要如实的 正确的看或无印生 要无我的清净观 第三 叫做无缘大慈观 没有条件 就是要给众生快乐 你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如果你时时刻刻 想要利益众生 想要让 如来的正法兴生 想要救度众生的法身毁灭 你的时时刻刻的正面能量 就一直出现 一直出现 第四 叫做 同体 大悲观 什么叫做 同体 大悲观 从各个角度 就知道 人类 生而平等 从向上的角度来讲 是平等的 你是四大所构成的 我也是四大所构成的 平等 你是父母所生的 我也是父母所生的 同样是父母所生的 对不对 你没有全力伤害我 我也没有全力伤害你呀 从空向的角度来讲 你是四大本公